基本公司团长外劳的政策现在渴望终绑了 台湾劳工团体上午到了行政院前面来砸鸡蛋 抗议马政府只会拿外劳来拼精进 而台湾台商联合总会的会长黄正胜上午也当着马总统的面当场呛霞 一二三 出示位劳工走上街头挂起白布条大声的抗议 淡起行政院 双方发发激烈冲突就是因为不满政府为了吸引台商回流将要放宽外劳的配偶上限 从原本最高的35%提升到50% 也就是说未来台湾劳工的就业机会将会大幅的被外劳给抢走 只是用剥削劳工来拼台湾经济根本就是个假政策 我们觉得台商回流根本就是假的 希望基本公司应该立刻调长 老实讲这个行政院这一系列的政策都是在打压本国籍劳工跟外国籍劳工 台湾经济政策不断被批 就连国策顾问黄正胜也非常忧心 我们的财经单位我认为是一代不如一代 我坦白讲真的一代不如一代 早期的大家回想一下 从尹仲隆然后到李国鼎 我们马总统喜欢在镜子里面找人 那么这些呢 我真的是替他捏把冷汗 在事件台商联合总会上黄正胜也表示 看不到政府有提出撼动人心的政策 尤其课程海外所得问题 才是台商不愿回国投资的问题所在 虽然马总统表示会接受意见 但是反观国外政策 台湾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在10号等待 开始 感谢观看